你们对毒品认识多少 雪龙慈激志工受邀到 世卯月温孤狐仙国中 进行反毒宣导讲座 志工讲解毒品带来危害 希望在即学生向毒品说不 所以学了很多东西 关于毒品是怎样的 有带来什么后果 刚刚已经看过了 就很多那种负面的东西 就感觉到很像 最好是不要碰比较好 我就学到不要用不好的方法 来抒解自己的压力 这样对自己的身心都不好 也不要因为朋友的诱惑 来误入企图这样 大部份学校都很强调的专业 可是呢 他没有想说我要怎么去培养一个好的人 慈激大学与慈激科技大学教务团队 也到场举办招生说明会 提供升学管道参考 因为我们是正研法师办的学校 所以我们人文理念当然是比别好 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办学校呢 不是为了赚钱 对是要把教育的种子传播下去 我们希望也能够成为一个 让学生的生命能够翻转的 那样子的一个机会 有一些学生成绩也许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他并不是笨 他只是因为没有机会 还是一些我感兴趣的科目 然后也有很多实习的机会 然后也有很多学习那种人文的东西 跨国招生 希望带给马来西亚学子 不一样的生学选择 大海新闻王正寅 林安君 马来西亚报导